你听过换命吗 就是大兄命格的人换掉你的命 让你替他挡灾 我就曾被室友下谷把命换掉 替他成为了献祭品 十年前我刚上大学 住进宿舍的当天 我看到室友林巫童拿着香 对着自己跪旁祭拜着什么 我走过才发现 那个地方竟然有一个神龛 里面摆放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神像 林巫童看到了我 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旁 他告诉我 这个神像是他老家那边的神明 可以保佑人 只要我把我的生辰八字给他 也可以保佑我 这时另外两个室友也回来了 我才知他们都把生辰八字给了林巫童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没有不合群 我也给了生辰八字 我爸跟人学过一些驱邪除碎之术 也算得上半个道理的人 他跟我说过 来路不明的神明不要乱拜 所以我留了个心眼 给林巫童的那个生辰八字 是假的 当天半夜 我突然觉得浑身变得很重 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一样 盯完碗 盯完碗 我听到了一个空洞起嘶哑的声音 在我耳边 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想睁开一眼 却无法动弹 那种感觉 就像我爸跟我提过的鬼压床一样 我隐约记得我爸告诉过我 鬼还怕人对着他们吹气 虽然我不能动 但是意识还是很清楚的 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 从肚子里憋了一口气 然后一下就从嘴里呼了出来 下一秒 我沉重的身体突然变得轻松了起来 猛地睁开了眼睛 大口地喘的气 正当我松了一口气之时 却发现我的床上满是粘液 就像是阔余分泌出来的那种一样 又滑又恶心 最关键的是 我发现这些粘液 是从我的皮肤上伸出来的 我下得连夜打了急救电话 被送到医院之后 做了很多检查 也弄不清楚状况 只知道洗掉了很快又分泌出来 仿佛没有尽头一样 更可怕的是 随着粘液的流失 我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连坐都坐不稳 只能躺着 仿佛那些粘液是我的能量一般 爸妈知道我的情况之后 连夜从老家赶了过来 索性老家距离我念书的地方不远 第二天中午 他们就到了 我爸一见到我 二话不说 直接查看我的眼耳口鼻 等妈翻开我的眼瞼之后 脸色突然大变 走 我爸面色沉重地说了一声 去哪 我妈哭得稀里哗啦的 带着晚晚去找我师父 我爸一边说 一边从床上把我抱了起来 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还是能听出来个大概的 我爸的师父宁七叔是个高人 精通各种神鬼之事 我会变成这样 肯定不是普通的生病 绝对是遭了什么算计 爸妈不听医院的阻拦 带着我去找宁七叔 宁七叔早已不问世事 所以住进了深山中 那些山路开不进去车子 我爸就买了个大被篓 背着我一步一步走进去 途中 我好几次都要晕厥过去 我爸就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头 为我喝一点血 每次喝完血 我就会好一点 爸 我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要喝你的血 我心里很害怕 晚晚 没事 你凝世工一定能把你治好的 我爸估计是害怕我担心 没有打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可是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害怕 趁着我爸去接手 我还是忍不住问我妈 我妈犹犹豫豫 最后还是告诉了我 原来我把在我的眼瞼下 看到了一条竖着的红线 那是被下骨之人的特征 但是我的中骨迹象很奇怪 我爸也拿不准 只能找宁师工帮忙了 而我爸因为是半个修行之人 所以血能抑制一下骨毒 但却不是长久之计 在山里走了两天一夜 我们终于找到了宁师工住的 那个木头房子 宁师工一看到我 立马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跟我爸一样 先是翻看了我的下眼瞼 然后让我爸去端了一盆清水过来 接着用针扎破我的手指头 在清水中滴了一滴血 只见我的血一下 就在清水之中散开 整盆水一下就变成了墨绿色 宁师工脸色一下 也变成了墨绿色 中骨了 阔鱼骨 我怎么从没听过这种骨 我爸十分惊讶 这是一些鞋派近几年研究出来的 显见但却十分毒辣 中骨者会像阔鱼一样 身体分泌出粘液 这些粘液就像是中骨者的营养 分泌越多 身体就会越虚弱 最多三天 中骨者就会因为分泌年夜过多 只剩皮包裹 但又不会死去 只能痛苦地活着 那时恐怕是我 也无力回天了 听了宁师工的话 我妈下的脸色惨白 扑通一声跪在了 七叔 你一定要救救我家婉婉啊 宁师工连忙扶起了我妈 婉婉这娃娃跟我有缘 看她现在这样子 顶多中骨一天 还不晚 我听了宁师工这话 提起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我又想起来 在我很小的时候 宁师工就说过 我跟她有缘 今天看来 确实如此 可是下一秒 我爸却惊恐道 可是师傅 婉婉这个样子 已经满打满算两天了 宁师工一愣 立马捏开我的嘴看 你给他喂血了 宁师工质问我爸 我爸身至大事不妙 木然地点了点头 糊涂啊 孤独最喜鲜血 你这是要害死你的闺女啊 我一听 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宁师工 我不会真的没救了吧 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你放心 有宁师工在 不用怕 不过因为你爸给你喂了血 所以现在要破除鼓咒 你会痛苦一点 宁师工一边安慰我 一边拿了张纸 在上面写着什么 写完之后 他把纸递给我爸 让我爸去隔壁的 那个小木屋里面取东西 让我妈去烧水煮鸡蛋 然后接着询问我 中古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室友林无童 在宿舍里祭拜鬼神的 以及我给了假生成八字的事 一五一十 全都告诉了宁师工 宁师工听我描述完 那个鬼神的样子之后 眉头皱了皱 那个神像 听起来像是土地公的神像 按理说跟孤独也没什么关系 大概是暂时想不出个所以然 宁师工也没在说什么 我爸把道具拿过来了之后 宁师工开始给我驱骨 第一步是放毒血 宁师工先是灌了我半瓶醋 内醋的味道呛得我要窒息 但为了活命 我只能强忍着不舍 接着 他让我爸爸拿来的十几个碗 都装上一点糯米 然后割开我的手指头 在碗里面滴上一滴血 血碰到糯米 发出了刺辣的声音 还冒起了黑气 宁师工说 冒黑气 说明血中的骨毒很深 但他刚才给灌的醋 会有效稀释体内骨毒 只要滴到血 碰到黑糯米不再冒黑气 就可以下一步 我妈一边哭 一边拿着我的手指滴血 这个手指挤不出血来 又换一个手指 滴了大概五十多碗糯米 终于不再冒黑气了 第二步是右骨 宁师工把一个包了壳的熟鸡蛋 塞到我的嘴里 然后嘴里开始念念有词的念咒语 随着咒语的念起 我觉得胃海一阵翻腾 我低下头 还有一滩黑色血水 血水里面 我看到了好几只蠕动的阔鱼 正当我们大家都以为 骨毒被吐出来了的时候 我的肚子一阵脚痛 隔着衣服 我都能看到 我肚子明显的隆起 蠕动 宁师工大惊失色 有一个已经吸了你爸的血 长大了不少 所以吐不出来 那可怎么办啊 如果不把骨虫杀掉 那它会不会就会越长越大 那我家玩玩不是要 我妈不敢继续说下去 直接哭了起来 如果能找到下骨折 那倒是还能救 只不过 宁师工说到这里 脸色也不太好看 只不过什么 师父 我求你救救玩玩 无论要我做什么都行 我爸的眼睛也红了起来 如果有下骨折的随身物品 也许能救玩玩 但是我这地方偏僻 就算一切顺利 带上玩玩出去 找到那个人拿到东西 最少也要花上两天两夜 玩玩恐怕撑不到那时候 宁师工说完 叹了一口气 我妈两眼一番 就要倒下去 我好想 有她的东西 绝望之际 我突然想起来一些事 那天我浑身分泌年夜 吓得报警 云巫童发现我不对劲 便起来照顾我 期间 她用她的手帕 给我擦身上的粘液 而那条手帕 被医院跟我的医务一起收拾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后来离开医院的时候 一起带了过来 果然 我爸在我那堆医务里 找到了那条手帕 有了手帕 宁师工信息十足 他把手帕撕成细细的一条条 然后接起来 制作成一条长绳模样 再把它泡进了香灰水中 宁师工让我吞下绳子 只留了一点点在外头 接着 她一边做法念经 一边轻轻地把绳子往外拉 一瞬间 我觉得我的五脏六腑 都要被扯出来了 中间因为难受 极度昏厥过去 但好在 绳子完全被拉出来之后 我体内最后的那条 阔鱼也被掉了出来 她的体型 也只有两根手指 那么大而已了 原来 手帕上有下骨人的气味 这种气味 能够压制古毒的发作 所以 我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小命 清完古毒之后 我在家里休养了一个多月 才完全恢复了起来 只是我不知道 林梧桐为什么要对我下毒手 后来想想 也许是开学那天 我不小心撞了她一下吧 因为担心她在报复我 我们也没找她理论什么 我也换了个学校继续学习 我以为这个事情 到此就结束了 可是在两个月后的农历七月中 我在睡梦中 突然又听到了我中古那天 在我耳边喊我的 那个空洞而嘶哑的声音 丁婉婉 丁婉婉 我惊醒之后 却意外发现我的左手背上 不知道何时多了一小到疤痕 我突然想起 林梧桐的手上 也有类似的疤痕 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爸之后 我爸觉得事情不简单 于是便让我跟我妈去学校找林梧桐 而她再次进入深山 求施工帮忙 我跟我妈到了学校 却被告知林梧桐 在两天之前已经办理了退学手续 这让我更加深信 这件事绝对跟她有关 不然怎么会那么凑巧呢 我只能找到之前的另外两个室友 他们一开始什么都不肯说 后来我妈给了他们钱 才撬开了他们的嘴 原来两天前 林梧桐突然说老家有事 所以急急忙忙回去了 因为跟两个室友关系不错 临走前给了他们老家的地址 让他们有空可以去找他玩 我们拿到地址之后 赶紧跟我爸联系 估计是深山里面没有信号 所以我爸的电话一直无法打通 我们只能焦急地干等着 当天晚上 我刚闭上眼 就进入了梦魇之中 虽然我脑子很清醒 但是无论怎么挣扎 都无法睁开眼睛 我如同从高空跌下来一样 不停地往下坠落 那个空洞而嘶哑的声音 又开始一直不停在我耳边 喊我的名字 听起来比之前更加清晰 更加可怕 丁婉婉 丁婉婉 嘿嘿 婉婉 婉婉 很快 我爸喊我的声音也混了进来 两个声音如同较劲一样 不停地闯入我的耳膜 最后 我感觉到面上一股温热 才猛地惊醒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原来 我爸连夜赶了回来 看到我陷入梦魇中 立即去载了一只鸡 直接用新鲜的鸡血破我脸上 才成功让我从梦魇中出来 我回过神来之后 发现施工并不在 爸 施工呢 我疑惑道 你施工闭关了 我没见着他 我爸叹了口气 有些失望 我妈欲哭无泪 但是她害怕我担心 尽量表现得很淡定 她把临婉婉 离笑回老家的事 告诉了我爸 然后问她道 现在怎么办 晚晚这情况 等不了师父出关了 我在他闭关的洞前 留了纸条 他看到会第一时间找我的 我们马上出发 去找临婉婉 临婉婉的老家 我远远地就看到了 一棵巨大的桃树 十分引人注目 走到桃河村村口时 发现那棵桃树 就种在村口的牌坊旁 桃树很大 至少两个成年人 才能抱得过来 也很高 少说也有十几米 而在雾气阴晕中 我觉得这棵桃树的形状 竟然像一个 勾搂着身子的老人 这个念头在我脑中一出现 我不知怎地 突然就起了一身 鸡皮疙瘩 我吓得想往后退去 可是当我目光落在 桃树主树干上面 画着的那些红色符号时 我的身体突然就不受控制 慢慢地走向那棵桃树 玩玩 我听到我爸在我身后 喊了尾声 我想回应他 可是我根本就做不出 任何主动的反应 只能用那股奇怪的力量 控制着我的脚 一步一步朝着桃树走去 走到桃树前 我伸出了手 摸上树干 下一秒 我看到树干上 钻出了许多细长的虫子 它们一下就缠住了我的手 甚至开始往我身上爬过来 但当那些虫子 碰到我挂在胸前的 那个玉符的时候 像是触电一般 瞬间退缩进了树干里 那个玉符是我爸给我的 是他救了我一命 我还被吓得没回过神来 就看到眼前那棵老树 慢慢晃化成了一个 白胡子老头的形态 他看着我 笑得十分慈祥 丁婉婉 丁婉婉 他一张嘴 就喊出了我的名字 那个声音 就跟我噩梦中 听到的一模一样 正当我恐惧 将我拽进深渊时 我感觉到有人用力 抓住了我的手腕 紧接着 一阵钻心的疼痛 从指尖传来 我便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躺在一张床上 我爸妈看到我醒来 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刚刚 我爸发现我不对劲 可怎么叫我 拉我都挡不住我 朝着树那边走 危难之际 有个穿着破烂的老头 突然从一旁冲了出来 他二话不说冲过来 拿起我的手 把我的手指头咬破 然后我就晕倒了过去 接着 那个老头就让我爸 把我抱进了附近的 一个破旧房子里休息 后来经我爸了解 才知道 这个人叫林福龙 是桃河村的一个村民 他当时看到我不对劲 便冲过去救了我 我醒来了之后 我爸妈一脸惊讶 我再三追问他们 才告诉我 我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 我打开手机 用前置摄像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 竟然有几分像林梧桐了 于是赶紧问林福龙 知不知道林梧桐的下落 林福龙一听到林梧桐的名字 明显一愣 然后立马赶我们离开 并告诉我们 不要再来 更不要靠近那棵桃树 但是我们没找到林梧桐 身上的怪异状况也还没解决 不想就这么白跑一趟 在我们的死缠乱打下 林福龙没有告诉我们 林梧桐的下落 而是跟我们讲了 关于村子的事情 普通的桃树 顶多二十多年的寿命 可是村口的那棵桃树 活了两百多年 是桃河村的镇村之宝 从很久之前开始 桃树就一直保佑 桃河村的风调与顺 很多人去求他一些小愿望 基本上也都能实现 所以在村民眼中 他就如同神灵般的存在 经常拿各种东西去供奉他 可有一天 有人动了歪心思 想把桃树挖走 那个人挖到一半 突然就惨叫了起来 被惊动的村民赶过去 发现那个人 被桃树的根筋筋缠住 人都已经变醒了 更可怕的是 村民们发现那棵桃树 正在吸那人的血 不过一会儿 那人就成了一具干尸 村民们虽然把桃树重新种好 但是从那天起 桃河村就开始遭到各种灾祸 后来村长请了一个道长过来看 道长说 是桃树在惩罚桃河村 必须用指定命格的活人来祭祀才行 所以从那时起 桃河村的人为了平息桃树的愤怒 每年都会用活人祭祀桃树 这个可怕的习惯 一直被传了下来 林福龙说完 脸上的神情十分严肃 看起来有些可怕 结合林福龙的话和我刚才的遭遇 我突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难道刚才那棵桃树 是想到我给吃了吗 但是 这又跟林武童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还没来得及追问更多 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林福龙一惊 赶紧让我们躲了起来 我和爸妈赶紧躲进了破旧房子 那扇门的背后 靠着一些稻草遮挡着 刚躲好 我就透过门缝 看到一个大概六十多岁的老头 走了进来 老头的身后跟着好几个人 而林武童紧紧地挽着一个女人的手 福龙 你有没有看到两女一男三个陌生人 在村口桃树那里 老头看到林福龙便问道 我心里一惊 听这个老头的意思 似乎他早就知道我们会来 难道这是一个阴谋 而更让我惊讶的是 我看到林福龙此时歪着脑袋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傻子一样 没 没看到林福龙说这话的时候 还流了一大坨的口水 老头他们嫌弃地走出了房子 在门口商量了起来 村长 后天就是祭祀的日子了 我觉得 还是用那个办法吧 说话的是林武童挽着的那个女人 村长一听 抬手就给了那个女人一巴掌 怒道 你还有脸说话 要是逃神发怒 我第一个不放过你 村长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外面的山路口我已经招人堵了 他们估计也没那么快跑掉 只要用那个方法 一定可以找到那个祭品的 虽然我听得云里雾里 但是听到祭品两个字的时候 我浑身都在颤抖 因为我能够感受到 那个祭品就是我 村长他们走了之后 林福龙才恢复了正常的样子 他走到门口往外看了一眼 确定安全了才让我们出来 快出来 我带你们走 不然要来不及了 福龙说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爸看起来很担心 问林福龙 边走边说吧 林福龙看起来很着急 带着我们就往外走 我们刚离开破房子 没走几步 就看到村长带着人 从旁边的草丛里走出来 把我们给围住了 林福龙 我早就猜到六问题了 得胜 收手吧 林福龙被村长看破之后 也不装了 他看着村长 语重心长道 该收手的是你 你现在把那个女孩主动抓过来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原谅你被叛逃合村的错 村长瞪着林福龙 生气地说道 背叛 你为了所谓的神 连自己的亲表妹都送去当祭品 你有资格说被人背叛吗 林福龙突然红了眼睛 朝着村长怒吼道 村长 别跟他们废话 这女孩还差最后一个仪式呢 要抓紧时间 林巫童挽着的那个女人盯着我 对着村长说道 与此同时 我跟她旁边的林巫童四目相对 林巫童嘴角露出了得意的笑 她的脸竟然和我与几分相似 让我的心猛的一颤 我突然明白了过来 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圈套 从我们去学校找她 再到室友说出林巫童老家的地址 这都是林巫童一早就算好的 而这么做的原因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我引来这里 完成那个女人口中的最后一个仪式 既然你死不悔改 那就别怪我不念情分了 村长说完 往旁边站了站 给他身后的一个人腾出了位置 刘道长 接下来交给你了 刘道长穿着一身道袍 只见他拿出一根桃枝 对着我们这边一挥 一阵大风凭空而来 把地上的落叶全都吹得一干二净 露出了地面的泥土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泥土上又像是写的红色的东西 画着一长串诡异的图形 那串诡异的图形围成一个圈 把我 我爸妈以及林副龙给围住了 这是 忘忧阵 我爸看着地上的那些符号 惊恐道 我虽然不清楚忘忧阵是什么 但是通过我爸的表情 就知道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紧接着 我就看到林巫童走到了阵法前 拿起一把刀 把自己的手指头割破 朝着阵法内要滴血 我爸见状 马上冲过去要阻止林巫童 突然 几条粗壮的树木根 既从地面钻出 缠住了我们的脚 让我们无法挪动半步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你们几个 今天就一起献祭给桃树神吧 正好 今年也是献祭的第一百年 给桃树神家加餐 说不定他会更开心 村长邪笑看着我们 让人心里直发毛 哼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林副龙说完 如遍戏法一般从身上 拿出一张黄符 然后朝着缠住我们的根系一挥 黄符画做一道火焰 越过那些根系 根系一瞬间就缩回了土里面去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道法 村长惊诧 十二年前 你亲自把我的爱人 送去当祭品那天 我就装疯卖傻 偷偷修习道法 为的就是今天 破坏你给那棵邪恶的桃树 做百年祭典 听到林副龙这话 我终于明白了一些前因后果 原来村长送去祭祀桃树的表妹 就是林副龙的老婆 可是虽然树根被林副龙赶走 我们也来不及阻止林巫童 她已经把手割破 血不停地滴落在地面上 那些奇怪的图形上 血一碰到那些图形 图形就开始发出星红的光 沿着图形不断扩散 我爸和我妈冲过去 用脚拼命地踩那些光 却无济于事 林副龙看了一眼我爸 然后冲过去抓起他的手 小兄弟 看得出你有点修行 借血一用 林副龙剑只画过我爸的手掌 我爸手掌的皮肤就破开了 他握起拳头 把血滴进了那些星红的光中 这时 林副龙把手背到身后 朝我这边一弹 一滴血不偏不倚 飞进了我的眼睛里 因为这个动作不明显 而且被遮挡着 所以并没有人发现 紧接着 林副龙盘坐在地 闭眼双手合十 嘴中念念有词 那些星红的光便停止了扩散 有些村民见状 想要冲进来 却被村长阻止了 镇内镇外两个世界 进去了不一定能出来 刘道长有办法的 村长说完 看向了刘道长 把村里的女人都叫出来 站我身后 刘道长说完 也跟林副龙一样 盘腿坐在地上 双手合十 嘴中念念有词 星红的光变亮了些 但很快 又被林副龙给压制了下来 不一会儿 有人就带着 十来的女人过来了 那些女人把手 都放到了刘道长的背上 被压下去的星红的光一下 高涨起来 又开始慢慢扩散 不好 女人阴气重 妄忧正靠的 就是聚集阴气而成 我们需要想办法 帮下福龙叔 我爸看着我和我妈说道 没想到 林副龙猛地睁开了眼 林副龙大喊一声 那些星红的光 慢慢地被抽离出来 凝聚在了他的手掌之中 而刘道长看起来 也十分吃力 有汗不断从头顶上流下来 村长见状 大惊失色 怎么会这样 这些年 我偷偷在村里面 每家每户都试了聚阴咒法 你们用村里人的阴气来对付 简直就是在帮我 林副龙说完 把手中凝聚的阴气 往地上用力一砸 一股强大的力量荡开 直接冲破了妄忧阵法 把刘道长打倒在地 甚至还吐了血 正当我们开心的时候 突然乌云聚拢 天色骤变 一道惊雷从天而降 直接劈在了林副龙的脑袋上 林副龙当场倒地 我爸冲过去 把他给扶了起来 扶龙说 扶龙说 林副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想说什么 可是还来不及 他就整个人一松 没了心跳呼吸 而地上本来已经裂掉的星红光 又重燃了起来 少了林副龙的阻止 不过是片刻 那些光就围成圈 把我们几个包围住了 与此同时 我觉得天旋地转 开始站不住脚 那个熟悉其可怕声音 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丁婉婉 丁婉婉 我只觉得自己 重重地跌倒在了地上 耳边爸妈喊我的声音 逐渐被屏蔽掉 紧接着 我看到了那个林副龙 挽着的女人 抱着年幼的我在哭 吴童 你放心 你爸爸一定会想办法 绝对不会让你成为活迹品的 听到那个女人的话 我才反应过来 这是林副龙的记忆 而我 竟然已经把林巫童当成了自己 林巫童的记忆 如潮水一样 凶猛地钻进我的脑子里 而让我震惊的是 我在林巫童的回忆里 看到了我的施工 更可怕的是 施工竟然是林巫童的生父 原来 在18年前 施工跟林巫童的母亲林之瑶 偷偷相爱 并且怀上林巫童 18年前刚好是个婴眼 而林巫童更是在 7月中最阴的时间出生 这种命格 最适合给桃树当活迹品了 于是村长便让刘道士 在林巫童的体内种下桃树魂 提前锁定了林巫童 作为桃树百年祭典 这个重要日子的活迹品 林之瑶为了保护施工 一直没把她是林巫童 生父这件事告诉别人 施工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寻找 能够给林巫童换命格的人 所以 她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就知道我的命格不错 而且年龄跟林巫童相仿 等成年的那一年换命格 最合适不过了 所以 施工想尽一切办法 让林巫童跟我进了同一所学校 并且同一个宿舍 然后教林巫童在我体内下骨 因为施工知道 我爸不懂结骨 一定会找他 他在帮我结骨的时候 顺便在我身上施了幻命格的咒 而当时 我刚结骨 身体出现 些许不适 也并不会让我爸怀疑 幻命格的咒语是很缓慢进行的 当桃树魂慢慢进入我的体内时 我就开始听到那个可怕的声音呼唤我 但是桃树迫不及待地 想要我这个活迹品 当林巫童的记忆 全部进入我的体内 我终于明白了过来 那个女人说的最后的仪式是什么 那就是让我彻底成为林巫童 然后替她成为桃树的活迹品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坐在一个房间里面 林巫童从门外走了进来 此时她的样子 已经跟我之前有八分的相似 丁婉婉啊 虽然你现在可能听不到我的话 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因为咱俩命格已经成功换过来了 林巫童跟我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 然后凑到了我耳边低声说道 我满腔怒火 想要把她骂她 可是怎么都动不了 嘴巴也张不开 今天已经是桃树神的百年祭典 很快你就要成为桃树的活迹品了 不过你放心 以后每年我都会给你烧纸的 就当是感谢你替我成了祭品吧 林巫童又笑着补充那一句 可是按照林巫童的说法 我并应该没有意识的吗 看来是林浮龙往我眼里 弹的那滴血起了作用 她是想让我记住林巫童的记忆 可惜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 不然把真相告诉我爸 也许她会有点办法 对了 我爸和我妈现在怎么样了 这个村子里的人 不会对他们怎么样了吧 这么想着 不知不觉 我已经被林巫童带到了村口 村里的人此时都在围在了桃树边上 桃树面前摆放着祭祀用的各种东西 我爸和我妈被五花大绑地丢在地上 他们看到我 拼命地喊我 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能不受控制地走向桃树 走到桃树前 我才停了下来 刘道长拿起手中的桃木剑 开始一边念念有词 一边做着奇怪的动作 很快 地面就开始颤动立起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破妥的出一样 恭迎桃树神 刘道长大喊了一声之后 村长带着村民齐齐跪下 并齐声大喊 恭迎桃树神 下一秒 无数根粗壮的根系便从地下钻出 我被其中一根缠住 与此同时 我听到了林巫童的惨叫声 她竟然也被其中一根根系给缠住了 巫童 林之谣见状 大叫了一声想要拉住林巫童 可是还是慢了一步 那根系一下就将林巫童举到了高空之中 村民们虽然都很惊讶 周遭的环境突然变成了一片漆黑 但是我却能清楚看到 我跟林巫童被树根缠着举得很高 我们的面前 也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 你不是个老头吗 怎么又变成了个女人 我本来只是在心里疑惑 但是一张嘴便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 我才意识到我可以开口了 我没修炼承认 形态当然千变万化 桃树回答了我之后 我便感觉到那根根系长出了无数的尖刺 扎了我的体内 吸损着我的血 为什么 明明命格都换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 旁边的林巫童一边挣扎 一边哭着叫道 只可惜 没人理会她 但我却被她这句话给点醒了 之前我一直忽略了一个事情 明师公是个道行高深的修炼之人 她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 在最阴的时辰出生呢 哪怕用点什么法子 总能拖延一下的 除非 她是故意想让林巫童在那时辰出生的 如果这个想法成立 那么这件事绝对还有别的隐情 明师公肯定还有什么阴谋 我忍得痛楚 把这些告诉了桃树 想着尽量拖延她吸食我的血 桃树听了之后 明显地愣了一下 而林巫童 似乎更加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不可能 我爸不会这样做的 这不可能 林巫童一直在喊 桃树恶狠狠地朝着她蹬过去 只见在跟根记上 长出了无数毛血吸管一样的丝线 一下就缠满了林巫童的浑身上下 片刻之后 丝线退去 林巫童已成干尸 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我害怕 我马上也会变成她那样 你说的有道理 桃树竟然接着我刚才的话说了起来 我本时被人谋杀 埋在这棵桃树下的一个亡魂 后来跟桃树融为一体 成了和桃河村的神 今天是我吃了一百年火祭品的日子 如果同时有两个集一命格的人 进了我的肚子 那我便可以修炼成形 脱离这棵桃树 获得自由之身 但是每每使用祭品 我都需要专心消化修炼 那也我是最脆弱的时候 如果有点倒横的人 想趁我之威把我的桃心抢走 恐怕是轻而易举之事 方才我已经吸过你的血 就算此时放了你 你身上也染上了我的怨气 另不久矣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我可以保你不死 桃树看着我 说道 我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点头答应了他 桃树笑了笑 一挥手 我被他放了下来 与此同时 本来我所在的位置 被一副骨架替代 我们先来得引蛇出洞 桃树说着 对着空中一挥 黑色的空间出现一个洞 正好能看到 此时桃河村村口的位置 两副白骨落到了地面 我爸和我妈哭得更加厉害了 同样哭得厉害的 还有林之遥 他一边哭一边朝着周围大喊 林天次 你给我出来 梧桐为什么也被吃了 你不是说帮他换了命格的吗 但是并没有人回应他 村长直接把他当成了失心疯 让人拖着他 以及我爸妈离开了 他们离开了之后 凝世公终于出现 他摆了个阵法 准备禁锢住桃树 夺走桃树的桃心 拥有桃心 不仅能够让修为大大增长 还可以把寿命延长许多 可是桃树早就知道他想干什么 所以在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轻而易举就把 猝不及防的凝世公给打败 并且把它吸干 桃树最后也完成了他的承诺 把我放走 我找到了我的父母之后 连夜逃离了桃核村 我们去了最近的派出所报案 可是等派出所派人前往桃核村时 却发现桃核村村口的那棵桃树已经枯了 更可怕的是 整条村的人无论老幼 捧捧都成了干尸 虽然警方怀疑过我们 但是这种事普通人根本做不到 也没有证据 所以最后也没再找过我们 这起案子成为了当地的一桩悬案 多年后 我把这件事告诉男朋友萧恩宇时 萧恩宇心疼地看着我 一把将我抱住 晚晚 以后我就负责保护你 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 我笑了笑 问他 真的吗 如果让你死 你也要保护我吗 萧恩宇点了点头 道 那是自然 所以 你的凝世公 其实是把林无统的命格复制了给你 并不是换走你的命格 对吗 萧恩宇想了想 疑惑问道 我点了点头 说你挺聪明的嘛 一下就猜对了 那桃树说的那个交易 到底是什么呀 萧恩宇又问道 你那么聪明 猜猜看啊 我一边说 一边轻轻地聊起了萧恩宇的衣服 与此同时 我的手指慢慢地变成了桃树的根系 如同蛇一压 轻轻地在萧恩宇身上爬行着 萧恩宇下的两只眼睛瞪得巨大 他张大嘴巴 还没叫出声来 我的根系就从他心脏的位置钻了进去 下一秒就从他的嘴巴里伸了出来 紧紧堵住了他的嘴 那个交易就是 我因为还不是自由自身 所以需要盯婉婉这个极一命格的人 自愿让我进入他的体内 带我离开桃树村 不过 这么做的代价 就是我们可能会分不开 除非 桃树还没说完 萧恩宇就被吸成了一句干事 我突然得到了身体的主动权 满嘴巴的血腥味让我受不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冲到厕所 对着马桶干呕了起来 都吸了这么多个人了 还不习惯呢 桃树的声音从我的嘴巴里传了出来 这玩意 吸多少个我都不会习惯 到底还差多少 我反问桃树 现在桃树跟我共用我的身体 想要让他独立出来 就必须不断找和生命格的人来吸食 那样 我们两个才能各自自由 快了吧 估计还差十来个吧 反正我们吸的都是渣男 你就当是为民除害就是 桃树说完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而我 没有选择 只能继续跟他一起 寻找下一个目标 全文完